现在我们来做这样一个提手 这个提手我们要围绕着这个框 凉过八倍长 凉过八倍长之后呢 在2.5米的地方 好我们把它做一个痕迹 做一个痕迹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从第六个轴返点 123456 从这里把它穿进去 从这里穿 然后呢 从这里穿进来 好拉到2.5米的地方 好这里是2.5米的地方 接着呢我们从这里第六个 123456 从这里面把它往外面穿 好现在我们这里呢要留够13厘米高 好这里是13厘米高了 接下来我们就一直好重复 这里穿进去 然后穿过来穿过去 就跟这里一样 要三圈 一共6根同条 把它完成 好最后一根 好现在我们把这一根 从这里跨进来 从这里跨进来 好这里把它跨过去 好然后呢把它螺旋往上走 我们这三根同条 然后要把它整理好 好捏紧 现在我们就这样一直把一整圈 全部完成 好现在我们到这里之后呢 从这个孔穿出去 好接着呢 从这里绕回去 然后又从这里穿出去 拉紧了之后 我们从这里把它穿下去 拉紧 好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些 多余的藤条剪断 好把这里面的都把它剪断 好 好 好